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削落的雪 寒冷自古 他一口气模糊了前路 月光知道我所有的几途 不过是在你心口写一页书 然后我就笑着哭 默默在心里住一个户 接受所有悲情的义务 连遗憾也不敢辜负 然后我也不认输 慢慢拒绝着苍生的苦 走过寒冬香依旧如骨 等春色再云染归途 赌约 对啊 他不但说谁输了谁就下规道歉 还说输了就滚回真女堂 如此夸下海口 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让猪给滚 之前我还吓一跳 觉得他会不会是薛芳妃回来报复咱了 现在我反倒放心 就这脑子 除了长得像 其余的 一概不像 简直是狂妄至极 竟然敢跟李家公子下赌约 他是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吗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这些 哥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不开心 没什么 按理员近来事物变多了 哥有些累了 你先回去温叔吧 你不会是在担心那个江黎吧 沈如云 你不要放肆 找你是惹你了 你要让我问问你 要不要搬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住啊 毕竟 整日在书房里住着 也不像个样子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 哥 你把你的屋子锁着 也不让人进去打扫 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要不 你把你的钥匙给我 我和娘去吧去 她的东西都丢掉 这样你也能回去住了 出去 出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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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子 我公子 日后倒真是六根清静 七魂寂寞了 我还没成亲呢 我没有孩子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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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头一年 姐夫不让我碰钱 后来他觉得我老实 就带上我 做些搬进运营的事 拿了钱之后 就送到洗牢里去了 送给谁 不知道 不不不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都是孔家的要害 说了孔家就废了 他不会告诉我的 拿张纸给他 把你去洗牢的日子 一个个写下来 写错了 让你断死绝孙 无写 无写 辛苦了 我不图钱 你拿着钱对你自己也方便 况且这是你应得的 肃国公的恩我还没有报完 当初若不是于姐姐救我 我可能早就死了 我做你的沿线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找到萧将军 还有于姐姐真正的死业 我爹战死沙场 我娘因病而亡 八年前早已改官定乱 还有什么可查的 别人信你也信吗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快 我不信你会这般无情 再见 你说你会不帅 opod 女生 bakın ipe 如果没有快乐的记忆 爹 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里 肯定 两句 晓风 怎么啊 我们是去打仗 又不是去训练 那你也很危险啊 放心吧 我会把龙武军都带上 等我回来 娘 横儿 该睡觉了 我不去 我要跟父亲在一起 孩儿听话 乖乖回去睡觉 娘亲 求求你了 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等娘亲回来了 唱起来给你听 我不去 混国 曾姐 明天送萧衡去国公府 交给萧老教训 是 萧衡 走 我不去 放开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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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此疆场 是武将的归宿 父亲死得不明不反 祖父 你就当真善而不见吗 圣派乃兵家常事 我不懂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如此无情 难怪父亲一直说 自小你就对他不反 如今就连他死了 你都不肯为他主持公道 你冷血 我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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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英俊 天哪有娘 抬头望着着 你碰上我娘 你干嘛你 才有我 我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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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夫人 娘 娘 你怎么了娘 夫人 娘 娘 你没事吧 情儿 娘 夫人 夫人 属 偶封 恶恩 翔安 这个发簪 是你爹送给娘的 是娘最珍贵的东西 来 给娘戴上 你 娘 你这好看 牛 爹死得不明不白 他们都不听我的 恒儿还小 很多事情 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 你爹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向来以你为荣 所以日后 恒儿不能总是哭闹 否则我和你爹 看到都会心疼的 娘只希望 你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长大 你能做到吗 咱们都变成了 咱们快乐地长大 你能做到吗 什么事 我们其实还带着 好 主君 审完了 他去西楼的日子很规律 要不明儿咱也去西楼瞧瞧 好 主君 这可是个大线索啊 不高兴吗 主君今日没心情 那我就给主君讲个有意思的 这姜二娘子和李莲堵上了 姜黎输了要回真女堂 李莲输了要出家 我刚听的时候也很诧异 没想到这姜二娘子还真被你击到了 你说这姜黎到底是孤注一掷呢 还是自无量力啊 是乌鸦幼虎 还是真猛虎 一事便知 姐姐 你手腕不舒服吗 怎么了 怎么哭了 姐姐 我听说你和那李氏兄弟打赌 我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我只恨自己 不能帮姐姐做点什么 没事 童儿 我也有些把握 姐姐当真不怕吗 手起刀落 什么都不想就对了 我一定要尽见圣上受伤 姐姐难道是要亲口告诉圣上 你和我家娘子的冤屈 现在还不是时候 碎事夺魁 姜二娘子才算真正回到京城 满城看我入眼 旁人对我再不敢为所欲为 还有我要知道沈玉荣背后站着谁 姐姐 你是说 她背后有人指使 阿丽 我没得选 她要碾死我们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一定有 而且此人 有颇天的富贵 能够助她沈玉荣 步步高收 我虽不知此人是谁 也不知此人 为何会盯上我和我的家人 但与其我费尽心思去探寻 倒不如我以自己为耳 诱她站出来 大内宫宴 就是一处好台子 我站上去 那个人就得看向我 在我这儿写什么字呢 殿下押到我的袖子了 写什么呢 一个无名的卑帖 竟来练得喜欢 殿下要写吗 我为殿下张笔 试试 神龙 最近外头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殿下 炼子的时候 要尽心 你又在说胡话了 李家二公子 是 臣知错 殿下随行 你有听说 李家二公子跟江家二娘子打赌的事情吗 我没在意这些 江家二娘子就是那个弑母杀地的女人吧 怎么样 他漂亮吗 忘了 沈郎最近肯定是太忙了 脑子都不清醒了 你不是见过他两次吗 一次在激礼 一次在江 无关之人 我向来不伤心 也是 你只要对我上心 就行了 不过 这江家二娘子 是母杀地 你觉得 这样一个女人 她跟李家二公子打赌 谁会赢啊 自然是李家公子 撒谎 写错了 再带殿下写一张 不用了 你的心都乱了 还写什么 再写一张 一定可以写好 我说算了 你没听清楚吗 沈玉蓉 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在这儿陪你静心了 一个连谎都不会撒在那儿 怎么哄我开心 臣无能 你一跟我道歉 我的气就消了 没香 别在我面前装委屈了 车去赌 包买江里饮 我现在先忍住把他逼出来 我已经有这些不错了 你居住得不错了 你都没有了 你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就识到你什么 我跟你说 这些都没了 你你们的双集并 你怎么贩下 我生到你 我来不给你 怀怨不听话 连这种赌约都敢下 这京城的势力错综复杂 一时之间他怎会全懂 这要不是老夫人坚持 何该再留他一年 都已经进了明义堂 往后的乱子还多呢 是我失了轻重 我真是没想到 夫君算了 一会儿别太苛责离儿了 年轻气盛 这些都是难免的 让他认错 咱们回来慢慢讲 他要是能认错 也不至于把他送到真女堂 我倒是要看看 这十年以来 他到底有没有好好悔过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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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萧七 夫君 夫君 来 来了 来了 娘子 娘子 不必扶我 主角 娘子已经跪了一天一夜了 您快劝劝吧 父亲 你这是在做什么 女儿做错了事 自当认罚 明知是错 为何还要去做 因为我身为中书令的女儿 不该给父亲丢人 为父的脸面 不是你说丢就能丢的 可你自己的脸面哪 与人约赌 对面又是礼价 你若是输了 你就是个笑话 父亲 我原本只想尽心修夺 可明义堂的岁室 改了考制 若不结队应考 连参考的资格都没有 女儿刚进明义堂 没有朋友 妹妹们也早就有了 自己的想法 女儿好不容易寻到结队之人 可那李氏兄弟偏偏要抢人 态度之恶劣 言辞之轻蔑 他们说 他们说 说什么 说我不能在明义堂留下来 就要我下跪认错 欺人太甚 你不必理会 为父定会为你做主 父亲 李相国在朝廷奈何不了你 这才以女儿来挑衅 若是我退出 父亲的颜面何在 你不要想这些 我明日就与李仲南讲清楚 取消这赌云 赌云在京城已经传开了 若是父亲替我摆平 定遭非议 女儿不愿父亲在李相国 面前受主 父亲 女儿长大了 父亲护我多年 眼下 就让我搏一回 我印下这个赌 赌上我今后的命 赌上我身为江家女儿的尊贵 父亲 请绑女儿一把 姐姐 这把琴就送给你了 既然父亲都发话了 妹妹自当助姐姐一臂之力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随时跟我说 三妹用过的琴 定能助我取胜 这个曲谱也送你 可惜我不懂琴 不太能帮到姐姐 四妹能有这个心 我已十分感激 时间不多了 姐姐 可要抓紧时间准备了 夫人哪 这咱们送过去的 都是好东西 就这么帮着她呀 帮啊 为什么不帮呢 她不是想飞高高吗 那我们就让她粉身碎骨 黄鼠狼给击败你 本来以为大伯父会把你臭骂一顿 他到最后还挺支持你的 谁的心里没有堵一口气呢 父亲也是人 我真的很好奇啊 你到底擅长哪一项啊 你还会弹琴呢 这女堂学过一些 你妹连这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 你竟然还花琴替她修琴 妹妹的首饰我以后自然会补给她 娘你不用担心 可这琴如果多日不休手就生了 恐怕再难挽回 早知道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跟你妹 我们俩还不如一同撞死做了 娘 你这是干什么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你不要管我 你这哪是学了一点啊 你明明就很会啊 娘子 怎么了 娘子 手受伤了 看大夫 我给你教训啊 不必了 我自己去看大夫就行 不行 我陪你去 娘子 无碍 走吧 指尖只是破了点皮 并不是很严重 好好说 向国家千金 治不好我拿你试问 但是 这娘子的手腕上有旧伤啊 旧伤 是 旧伤调理得不好 如今又添心伤 倒是有些麻烦哪 不过不必太过担心 不过不必太过担心 这几日每日针灸 同时服依我开的药 注意休息 切勿劳作 加以时日 弹琴起码已是无碍的 大夫 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如初 至少一个月吧 不能再快些吗 这是治病 不是儿戏 需要循序渐进哪 多谢大夫 劳烦您去开药吧 好 怎么会有旧伤呢 在真女堂日夜劳作 受些伤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明知道自己手外有伤 你和李家兄弟打什么赌啊你 我知道他投入 所以 你还要隔岸关火吗 没那意思 不是 公子我是认真的 我真是认真的 我爹当年可是大国手 那后来 入朝为了官 我娘就觉得这下棋吧 他影响仕途 就不让我爹下了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 跟我爹学了好几手呢 我这随便露一手 全能应付 那回去切磋一局 你还会下棋 你们这真女堂 怎么什么都教啊 弄得我都想去了 公子 能麻烦帮忙看看 药好了没有 我们家娘子还得吃药呢 对对对 拿药 好了没啊 姐姐 你这手要怎么弹琴啊 这道山前必有路 我们先过好其他人就行 你儿子这是发烧烧傻了 好像病得不行 好像病得不行 我愛你 翔翼翔 天儿 今天为父得闲 可以好好陪你玩一玩 我要准备碎事 莫要打扰我 今天真是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真是不自量力 姜黎 怎么了 你是怎么用勇气 要争这个第一的 因为不甘心 不甘心被困在真女堂 也不甘心被踩在明义堂 甚至不甘心 被藏在规格中 就会嫁个好夫婿 我就是要争 要从这乌烟瘴气的地方 杀出去 争一番道理 这没什么好遮掩哪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夜视节 会被你说服了 你身上有股韧气 也只有你 可以说服那样高傲的人 加入我们 我说了 我要赢李莲 表哥他也配登殿受赏 这一次 不管是为我 还是为他 还有我们 这一次 我要拼 我也会 拼尽全力 怎么了 以前从马上摔下来过 本来不想再棋了 现在 倒也想再试试 刘絮 你别担心 我陪你 我们先熟悉熟悉 马背上的感觉 没事 别着急 慢慢来 你拇指上的拇指环松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肃国公 你跟踪我 在姜儿娘子眼中 我就是这么无聊的人 这个地方平时是狩猎的地方 倒是你们 贸然闯进来很是危险 我们实在寻不到别的地方了 肃国公 你方才 说柳絮什么 什么松了 你这位朋友因为惧怕拇指上的旧伤 所以特意带了一个松的拇指环 殊不知 拇指环不贴皮肉 射箭时 指环与剑身摩擦时难免转动 剑脱宫之前方向就偏了 十指毫离 差值千里 怎么可能射得准 你还真是厉害 你会射箭吗 不愧 不会 弓箭是清兵器 女子学来防身也不错 下马 站这里 帮我拿着 我没有说我要学 我说你做 一只手握住弓柄的中间 一定要握紧 不能有一丝松动 拇指 拉住弦 就是现在这样 记住你现在拇指拉弦的位置 我带你拉一次弓 握了弓就要握紧 不然就是在等着对手来杀你 盯紧把刑 我守的三 跟着我一起 松开你拉弦的手指 记住 不要犹豫 一 二 三 真的射中了 你自己来试一次 你手怎么了 没事 伤成这样还说没事 伤成这样还说没事 你怎么参考 已经在医治了 速过功不用操心 大夫说想要治好至少一个月 你等得急吗 你还说没有监视我 我只是路过而已 ti�� 江礼 怎么了 若想彻底治好 今日之内 来我国公府 驾 你的手怎么了 放心 没什么大事 我就说肃国公 怎么突然来指点我了 原来你们认识 我刚刚还听他邀约你去他府上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三日之后 岁氏就要入场了吧 是啊 肃国公这个人行事古怪 虽然他今天帮了我们 可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还是不要去招惹他比较好 知道了 姐姐 要不先歇歇吧 你手腕的伤急不得 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还有柳家娘子吗 看看他们有没有会弹琴的 跟姐姐换一换 劳烦通报一声 我说是什么 宿国公让我来的 宿国公让我来的 我们主君是要你昨日来的 他等了一天 今天已经不想见客了 我来迟了 让宿国公久等 那今天就由我来等 我来等宿国公 关门 我来吧 我来 你去哪儿 我来 那儿 我来 我来 佳然娘子 随我来吧 等一下 怎么了 坐太久了 腿麻了 起不来 四国公好雅兴啊 只是我今日前来 可不是为了吃烤肉的 既然不饿 那就先等着吧 大夫还没吃好呢 介绍一下 这位江湖第一神医 并非是第一神医 而是第一毒手 小红 你随便带个人来就叫我医治 算怎么回事啊 你是让坏我规矩 不坏你规矩 我带他完成 你带他 他算你什么人啊 什么规矩 小红还没告诉你吧 若是想要我为你医治的话 需要先跟我赌上一群 若是娘子肯为我医治 我自然敢赌 行 爽宽 正好我新收的毒蜘蛛需要有人试毒 你若是赢问我 我可以帮你把手治好 若是我输了呢 把你的命给我 怎么赌 这两只蜘蛛 一只有毒 一只没毒 二选一 二选一 有时候呢 活着也需要一种运气 否则就算我这次救了你 你也活不久了 我可提醒你啊 这里面有一只是剧毒 你要是不小心选中了 被他咬一口 怕是要一命呜呼了 开始吗 开始吗 等一下 怕了 刚才你说 要我赌上一条命 可你没说 一定要我赌自己的命 这就是我要赌的命 我给你介绍医师 你这是恩将除暴啊 若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必定一命长一命 殉情 小红 我可警告你啊 我这可是真的毒之蛛 还不开始 任我好好挑一挑 哪个中立是毒之蛛 这个 这个 开中 开 这也没毒啊 小红 那我选这个 开中吧 你赢了 这只没赌 看来是我的手给了你好运啊 你出去 我要疗伤了 可惜啊 训不了琴了 你走快点行不行 你是怎么猜中的 你看她时 言底有情 是又怎么样 你没有吗 她并非我中情之人 你若是敢骗我的话 信不信 我杀了你 女子不要轻楼爱意 否则第一局就输了 说得好像你说过一样 手 你的手经脉错乱 寻常方法无用 只能以毒攻毒 但这个方法必先过于激烈 你会承受巨大的痛苦 心绪紊乱 也不能寐 也不能寐 我信司徒娘子 好大的胆子 怪不得 萧衡会为了你来求我 司徒娘子和肃国公很熟悉 彼此有过救命之恩吧 手 基本上 鸟 鸟 鸟 守了一整晚 你就这么担心我毒死他了 人怎么样了 毒性还未消散 等再过两天就能痊愈了 小恒 我可从没想过 有一天你会这么关心一个女子 她是我要捧的角 手断了 还怎么演戏啊 小恒 你不会是对她起心动念了吧 不要再问我这种问题 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在骗我 陆基 把娇儿娘子送回去 她昏睡着 主君是想让我抱回去呢 还是扛回去 去给她押回传个信 是 曾经沧海难为谁 佛生背后是与非 不可追 且是心情不可催 不可追 却为害羞 却为害羞处滴 却为害羞处滴 忘却了 灵魂浪归 多卑微 可爱羞处滴 ik 心情不可追 其凯十年不成灰 凌方一昏 烈酒枯口我堂碑 烈酒枯口我堂碑 可可堂碑 关外强堤生生岁 此前 堂归 堂处何必需要 缘非 怎么样了 多谢苏国公为我请医 欠你的这份人情 我他日定当报他 我的恩 你如今还报不了 这是何意 人在微末之时 宛如落叶 命运飘零 半分有不得自己 国公府容不得这种落叶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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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Part中 Mushroom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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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李宗盛 又转 真心 活下去 哪怕一些想起 无论悲伤或唤醒 我都相信你 宁愿困在世界的两极 活下去 耗尽所有勇气 爱下去 爱下去 直到你呼吸 穿越半生的孤寂 只为遇到你 颠沛之后 就不再远离 颠沛之后 就不再远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theim